一辆装载汽油桶的轨道车缓慢地滑向了苏军阵地 士兵吓得一时不知所措 端起机枪就是一锁子 爆炸结束 德军一股脑地涌了上去 汉斯手当其冲 但走到脸前却又突然止步 面对眼前的怪物 他双手颤抖 连说话的语气都透露着紧张 被烧焦的苏军坚定不移地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汉斯误以为他要伤害自己 砰的一声击穿了他的小腹 被惊醒的苏联士兵还没来得及动手 就被身后的老兵一铲子披死 看着地上的尸体两人面面相聚 老兵嘴里一直喃喃自语 这就是斯大林格勒保卫站的残酷之处 一方拼了命地守卫家园 不让外人践踏 一方为了独裁者的梦想远离家园 向不相干的人举枪 夜晚的苏联格外的冷 他们相互依外在一起取暖 结后余生的新兵木勒情不自禁地哭了出来 老兵费瓷微笑着安慰他 没事好好哭一场发泄一下 最起码在下次进攻前我们还活着 谈笑间几个苏军士兵出现在了阵地前 他们想趁着夜色拖走伤兵 德军发现后立刻开枪还击 但前方的开阔地上不光有苏军伤兵 一样挣扎着大量德军士兵 于是汉斯决定停火修阵 高举白旗通知对方各自抢救伤员 苏军当即同意 可德军必须先出去 汉斯带着深境百战的废瓷 拿着白旗走了出来 对面的苏军见状同样派出了两人和一个小孩 短暂的相互试探并各自拯救伤员 就当他们准备返回时 德军阵营刚刚发起偷袭的那名士兵 再一次打破了双方之间的平衡 对着苏军就是一脚 混战中 废瓷将苏军的小士兵掳了回来 但并没有杀他 只是狠狠地教训了那名不听指挥的砸碎 第二天早饭期间 小男孩为了感恩 用一嘴不太流利的德语和废瓷沟通 他示意苏联的冬天很冷 可以帮他修靴子 因为自己的父亲就是邪将 废瓷也和小男孩建立了深厚的战士友谊 交谈间苏军突然发起偷袭 怕德军围的水泄不通 混在破楼里寸步难行 汉斯想求救 但电台早被炸毁 随着伤员增加 汉斯决定带几人从下水道找找出路 就在此时 小男孩趁他妈不注意 从一则悄悄地溜了出去 走进下水道 一股恶臭迎面而来 极度高聚腐烂的尸体 正被老鼠啃尸 好在下面空间够大